大家好 我是Kerry 温哥华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回到Portside by Anthem 一個在Queensboro的Townhouse項目 這次是第二次拍片 因為第三期會推出 和大家說一下地點 有些朋友未看過之前的影片 Queensboro是New West的地點 但不是在New West的地點 Skytrain是New West的地點 Queensboro是對面的橋 Portside的項目在這裏 上去是Bernabee、New West 上去是New West 上去是New West 上去是Richmond 上去是Alexandra Bridge 上去是Delta和Survy 現在是第三期 在提出什麼部份 大家可以看看地點 前面的紅色全部都賣光 接下來會有五個建築 1、2、3、4、5 4月3日的時候 可以進來看看show home 因為有一個新示範單位 就是B2 Corner Unit 我們先說一下這裏的Unit 在上面這一堆 全部都是大的四房單位 分為Corner和不是Corner 另外下面這一塊 下面這一塊 會是兩邊 配合了兩個房間 E就是三房Unit 另外會有兩個F 就是小的四房單位 下面這一排 全部都是兩房 好像旁邊一樣 這裏不同 總共30個Unit 就是第三期 現在我們很快看一看Floor Plan 和大家回顧一下 其實剛才提到上面那一堆 大四房 主要是這兩隻 B1和B2 B1這個示範單位 上次已經和大家分享過 拍過片show 今天主要是看B2 Corner Unit 之前是沒有的 這兩個分別 尺數其實相差幾十呎很少 但是B2的示範單位 因為是Corner 所以會多了Corner的窗 大家看到這間餐廳會多了窗 樓上的房間兩邊也會有窗 除此之外 因為Layout不同 它的廚房會是U-shape 沒有Island 但是會多了Family Room 因為它的Powder Room 擺位和之前不同了 所以整個示範的感覺會更闊 樓上一樣是三房 最後一個房間 就是地下的一層 有Full bath洗手間 B2和B3 有朋友可能會問 看到的範圍有什麼分別 其實唯一是B3 車庫有門 B2是沒有的 好了 再說一下這個大四房 和剛才說的打直 即是南北向的F1 小四房有什麼分別 首先尺數 小四房是比較小的 1444呎 而且它沒有Connect Unit 都是雙車庫 不過它這一層的廚房位 中間這一層是沒有Powder Room 樓上的主人房 洗手間都是單面盤 所有是四房 無論是小大四房 都是側側側的Double Garage 但是E-Plan 即是到三房開始 以及兩房 就是Tandam 前後泊車 以及Ground Floor 都是沒有房 這是全場唯一一隻三房 即沒有Cornar 1240呎 有Powder Room 上面三間房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 比較多Inventry 會是A-Plan 即是兩房的Townhouse 分為Cornar和不Cornar 不Cornar是1182呎 一樣 Tandam Parking 樓上有Powder Room 廚房 然後兩間房 Cornar的話 會多了一些窗 大家會看到多了一些位置 旁邊的Dining Area都會有窗 即是更光亮 尺數是1208呎 A3和A2之間的分別 就是車庫這一層 一個是窗 一個是開門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去看看新的示範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裏的旁邊 已經是B3的單位 我們看到外面 其實有一個 好像外面的Pateo 有買欄杆 我們不如走走走 我最喜歡這些白色欄杆 我小時候很羨慕 家裏可以有走廊 有欄杆位 很欄綠色 一路可以走到這裏 旁邊有些Gardening Area 這裏全部都是有Porch 有頂的 這裏的欄杆 大家是否以為是木 其實不是鋁合金 全部都是金屬 但是白色的金屬 這邊也有設有水後位 還有一些電制位 這就是門口進去 進來之後 這裏是B3大四房 樓下Ground Floor有間房 現在把它設定了 好像書房一樣 大家記不記得是電熱 是Baseboard 有個大窗看著外面 這邊有雙門衣櫃 這就是房的設定 這房間 如果老人家住在這裏 不方便走樓梯 旁邊設有Full bath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有浴缸 浴缸是這個地方 沒有Head Hell 直接是一個水龍頭 這邊有一個可以放多些東西 不是太窄的面盤位 旁邊也可以放到東西 下面的儲物空間 不是櫃桶 是打開來放空間 樓下還有兩個小櫃桶 然後車褲就是這裏 並排商車褲 然後這個是B3 車褲是夠門的 我們稍後從外面看一看 這裏入門口位 還有一個窗戶 放三副鞋襪 放三副鞋襪 我們上樓上看一看 我們現在看看這隻 這是B3 即是四房 corner unit 的一個窗戶 廚房 不是L-shaped 因為另一隻是U-shaped 由這裏延伸過來 然後有窗口位 那裡的窗戶 比較多 而這邊的窗戶 下面 這裡全部都是櫃桶 櫃桶 而儲物空間相對來說 會比較充足 這邊也有櫃 然後 爐頭就是這裡 五個GAS的爐頭 這就是微波爐 和鈔油營機的設定 下面就是焗爐位 上面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櫃底沒有燈 然後這邊就是雙星盤 這邊有大窗 可以看出去外面的風景 採光會比較好 洗碗碟機就是這裡 牌子就是Samsung 剛才的電器也是 全部都是 雪櫃放在這裡 都是Samsung 其實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是Family room 大家可以過來看一看 其實大家看看 對面已經有人入住了 所以Porsai這個project 一邊一邊起 一邊有人入住 一旗一旗下去 這個就是外面位 還沒設定好 有點亂 可能前來是打風 地板是Lamonate Flooring 顏色比較淺目色 我這個位置就是另一隻 即是Fay Corner的四房 沒有的 多了這個Family room的位置 它的Poder room 就放在這個後面 有個小小的面盤 然後就是一個座廁 很簡單 沒有窗的 然後廚房位是這一邊 有窗 然後有Dining Space 它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大家會發現 這裡有窗 還有這個位置是延伸出去的 所以就有個大的空間 可以放在場桌上 然後再後面 我這邊就已經是Living Room Space 感覺上我自己在這裡走 就比較闊落 我覺得有很多位置可以再放櫃 譬如這裡有一個Nuke位 套進去 你可以把它在這裡做完 早盒櫃 如果你家裡多東西的話 又或者需要一個書桌空間 可以在這裡做一個Desk 也行 然後這邊一樣 它放了這個五六人梳化的位置 的後面 也還有一個空間 還有兩邊窗 除了Dining Area 這裡還有一個窗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窗 這裡也放了一個比較闊身的櫃 一樣 這裡你可以用來做書桌位 整個空間比較flexible 然後我們上樓上看看 樓梯位有上下兩隻窗 所以採光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如果大家記得之前的Desk 它也是這樣的屋形 有一個造型 在上面 因為這個Port Size 很多屋的結構 或者它的Style都是這樣 尖頂型 因為它是CORNER UNIT 所以除了這個大窗 房間這邊也多了一隻窗 現在的尺寸來說 放了一個大的King size床 兩邊還有床和櫃的空間 這個後面就是Walk-in closet 有燈 到時的Organizer 就會是這些金屬架 白色的 然後洗手間就是這裡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它是一個比較長的星盤 面盤位置 中間有一個大空間可以放 下面也有櫃桶 總共有三格 還有面盤底的一些儲物空間 這塊是大鏡 這個鏡就不能打開來 再儲物 不是Medicine cabinet 取暖也是 有Baseboard 然後座椅在這裡 主要房間是Shower 它這個就有一個Ring Hand 在上面 然後也有一個可以拔出來的Hand-held Shower 底盤就是纖維底盤 我們又看看另外兩間房間 這裡走過來 就有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洗衣機launchery space 它的門可以開到180度 不會頂住 有一個Lamonate的桌面 乾衣機洗衣機 大設計 地下鋪了磚 外面是地毯 這些位置都可以開燈 等一下 這個開燈位 對面其實就是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是給另外兩間房間分享的 普通的尺寸 麵盤 座椅 浴缸 我們看看另外兩間房間 兩間房間是偏偏偏偏偏 它配的這隻窗簾就是百葉簾 很多朋友在香港已經很多年沒有用百葉窗 來到這裡都不會開百葉窗 很多人會拔拔拔拔 其實百葉窗首先要斜 你一定要斜才行 如果你打直拔是不行的 你斜在角度 然後你想在這裡停 你放手就會停 我說完了 住在這裡的朋友 用閉窗的人 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但我知道很多香港朋友 是搞不定這些窗的 我們看看這間房 這間房 大多一點 還有 有兩個窗 這邊有一個大窗 這邊還有一個大窗 這邊還有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間房大於囚師那間 這裡有一個 隙子位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看完新的示範單位 之後 現在我們會去外面看一看 尺寸和幾個月前的影片不同了 還有跟大家分享外部看 觀購會怎樣 我們走吧 我們現在就出來 剛才看B3示範單位的外面 我們可以看看 它的設計外面就是這樣 三層 雙車褲就是後面 上面 家庭的露台就是這裡 這邊就是廚房 樓上就是房間 我們可以看看 B3 剛才說大四房有兩種房間 B2和B3 其實B2和B3唯一的分別 就是B3會有多一道門 在車褲出來 B2就沒有 其實現在新一期 剛才說的 Face 3 release 都說的是 下年年中 或者再之後 才可以交樓 到時候大家可以計算 一個時間 然後 觀看的話 4月3號 其實今天是4月1號 兩天後就可以開始 我希望到時候 我老公剪完這段影片的時候 都還未到4月3號 他們應該會觀看 一個禮拜 至兩個禮拜 左右 正式就可以賣 好 我們現在不如去家 來俯瞰一下 Posei Townhouse Project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街 就是拍車外面 這個位置 就是show home 隔壁 隔壁是三房兩房夾閘的 這條是進去車路的主軌道 右邊這些河邊 就是一些馬屋 Duplex 剛剛好建了兩三間 很遺憾 今期第三期 就不會推出任何的 Duplex 旁邊這些 其實都是四房單位 然後現在這樣 再看出去 我們現在看過去的 這些 對著鐵路邊 那一堆 就是你看到很明顯 每一間屋窄一點 其實就是兩房 或者是小四房單位 好像最外面這一排 在路邊這些 就會全部都是兩房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屋 其實全部賣光 甚至入住 現在看這裡的工地 這裡正在建樓的地盤 這一堆都已經賣得七七八八了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些白色的 其實是Foundation 它們其實建到不同的程序 然後我們這裡看過去 這些就是建好的框架 我們現在看下去了 看這些其實已經是做到最高 就是三樓房間的隔壁 大家看到這些一條條都是長體 這樣我們看到工人在做東西 大家看到這一塊 還沒安裝好長體 其實旁邊打橫躺了那一堆 它們已經釘好了的牆壁 它們再放好 就是做好框架 然後看看旁邊在做什麼 旁邊是屋頂 建好的屋頂 大家看到這些屋頂 其實它砌之前 也會鋪了一層防水紙 之後才會再砌 因為工人在屋頂製造這些 好了 接著我們又再繼續看看 剛才這些正在建的 很多都已經賣了 我們再看來這裡 一塊地什麼都還沒建的 基本上是我們今期賣的 項目的位置 現在工人拍攝車在這裡 有些雜物放了在這裡 再遠一點的那棵沙 也還沒出現 那棵沙是用來建範圍的 之後呢 最遠那邊 其實看著河境那些 Duplex就沒有了 再遠一點 其實那些應該未知是什麼單位 但有機會是三房 四房 sorry 大四房 但暫時未知